多達1萬2千名美國空軍人員 可能因拒絕接種中共病毒疫苗而被解僱 官員們表示 他們現在要想在11月2日的最後期限前 完成接種已經太遲了 屆時他們將面臨被懲罰 根據空軍的數據 現役空軍中96.4%的人員 至少部分接種了疫苗 但官員們警告 如果沒有獲得醫療或宗教豁免許可 違抗全面接種疫苗命令的人將受到懲罰 其中包括可能被開除軍籍 或面臨軍事司法系統的起訴 另外空軍領導人如何處理這1萬2千名人員 對其他軍種可能起到風向標的作用 其他軍種的疫苗接種截止日期 從今年11月到2022年夏天不等 其中一些軍種的反應 比空軍還要激烈得多 美國致赴新美國安全中心的軍事政策專家 傅志明司機對媒體表示 如果未接種疫苗的人員 在一些影響空軍戰備的職位中比例過高 如飛行員和維修員等 這樣這些人被解僱 可能會降低該部門的快速反應能力 傅志明司機說 這是一個導致潛在戰備損失的選擇 這個事實令人震驚 美國空軍有32萬4千名現役軍人 是第三大軍事部門 這個意味著有3%的成員 可能會面臨被解僱 特別是在任何時代進行運動損失的收績 有3%的造型 可以拍攝 被解僱 善